杨阳新形象惊艳亮相 《凡人修仙传》预告引发观众期待大增 近期,知名剧集《凡人修仙传》率先发布了预告片 使得观众纷纷热议不断 此前,男主角杨阳的演技备受争议 然而此次预告中的崭新形象 无意激起了各位观众对其表现的期待之情 《凡人修仙传》真人剧自从开拍便引发广泛关注 当官方宣布演员杨阳将担任男主角韩丽时 不少人提出了对其演技的怀疑 尤其在她主演的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播出后 收视率堪忧并引来了大量批评 于是,杨阳顶住压力饰演韩丽 使大家对她演好这部戏倍感期待 经过先导预告的展示 杨阳成功塑造了韩丽崭新的形象 英俊沉稳 与过去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截然不同 这使得一些原本对杨阳持保留态度的人们转变态度 赞赏她的美貌和毅力做到自我提升 除了深受大众喜爱的主演杨阳之外 电视剧《凡人修仙传》中女主角董轩儿的饰演者 新人演员金家月也在首款预告中 展露出其璀璨颜值备受瞩目 金小姐清新脱俗的气质使她吸引了大批观众 并被誉为黄蜂鼓新一代最美女子之一 虽然我们对金家月的演技上不明朗 但相信凭借其出色的外貌 已足以引发大家的强烈期待 相信待到《凡人修仙传》正式上映时 金家月的粉丝数量定会进一步攀升 《凡人修仙传》先导预告 洋洋变化好大 董轩儿远超预期 女主却被骂下化线 凡人修仙传先导预告 洋洋变化好大 董轩儿远超预期 女主却被骂下化线 然而 有一位女主角在先导预告中引发了些许争议 金晨小姐所扮演的男公婉一角 由于形象与原著描述有些出入 被部分网友提出批评和建议 认为她并不太适合这个角色 对此 尽管我也有着同样的担忧 但我想强调的是 目前我们只是看到了预告片 还没等到完整的电视剧情上线 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下定论 或给出负面评价 毕竟 完整的作品比预告 更加能展现演员的表演实力 和导演的指导效果 因此 不如等电视剧正式上映后 我们再来一起欣赏这部 由金晨小姐主演的《凡人修仙传》 共同见证她的精湛演技吧 一位观众称赞道 洋洋饰演的韩丽 在预告中展现出全新的风采 令人眼前一亮 从青涩到成熟 角色形象反差极大 充满魅力 另一名观众 表达了对金家月美貌的喜爱 金家月的颜值实在太高了 足以让人忽略演技方面的不足 她的出现 会为这部作品 带来更多潜在观众 据了解 备受瞩目的《凡人修仙传》 是精心打造的电视剧 因为小说风靡 且拥有众多粉丝 这部电视剧制片方全力以赴 倾尽心血 力求将原著中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展示得淋漓尽致 下画线凡人修仙传先导预告 洋洋变化好大 董轩儿远超预期 女主却被骂下画线凡人修仙传先导预告 洋洋变化好大 董轩儿远超预期 女主却被骂 资深影评人士说 依据首次发布的预告 看得出凡人修仙传剧集拍摄水平相当出色 演员演技也是令人叹为观止 期待完整版的展露风华 先导预告发布后 受到广大观众热烈追捧与瞧手以待 众多网友发声表达 对洋洋及金家月在剧中的亮相抱有极高期待 并承诺将持续关注凡人修仙传真人剧的后续进展 近日 凡人修仙传真人剧先行预告放出 吸引众人瞩目并热烈讨论 该预告引起了大家对男女主洋洋与金家月的期待 虽有个别女主角因争议受到关注 但我们仍应给演职人员更多机会 待正式作品上映后方给出专业评价 我们一起期待凡人修仙传真人剧 带来更为丰富动人的故事情节及出色表演吧 承邀广大朋友在评论区发表 你们对于真人版凡人修仙传的预告片有何感想与期望 请转推此文给您身边的朋友 共同探讨剧情